大家好,又到玩具堂的時間 今集又是講市場消息 這集是錄播的,所以不要跟我聊天了 有些反應,跟觀眾互動得太多 中斷了暫亂 市場消息比較精簡,希望在15分鐘內遠了 看看可不可以 接下來的展覽是Wonder Festival,上海2019 今年應該是第二屆舉行 地方都在上海,而會場的展覽館也是同一個地方 我去過一次,其實那個展覽館好像是飛機倉的 去到差不多十幾二十個,可以載到飛機倉的一層 今集好像看資料有四個館,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第一屆我去的是1.5個館 因為有半個館就用不完 今年好像多了很多,但看參展商的數量 可能真的多了很多 為什麼呢?其實它有官方網站 大家可以搜尋,就是Wonder Festival,上海2019 你也找到 其實公司的參展商 其實第一類,公司的參展商 剛才我數過,已經有162間 即是有Logo的 有些可能遲了給資料,或者是樓時加 那些還沒計算 所以是非常多的 還有另一類的參展商,就是一些獨立設計師、藝術家 或者一些桌子的展覽館 那些比較細型的,但不乏高手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這個展覽 我相信這個規模比去年大了 就算看參展商,我相信也大了幾倍 因為我第一年去,其實沒有那麼多 而且當年同期是有另一個展覽的 所以有很多參展商要跑兩邊 甚至是要選擇一邊 這次就沒有撞時間了 只有Wonder Festival 到屆時會舉行 所以可能會集中一點 另外還收到消息了 這些就是消息了 所以早看的朋友會多說一些精彩的東西 但也有一個習慣 最初十分鐘,五分鐘可能要等朋友來 如果Live 的時候 我會聊一些,可能會回答一些問題 或者聊一些比較過癮的東西 鼓勵朋友早點進場看 也不會影響到,進場不會悶 熱來也不會影響到人人齊 所以一直在改善 之前有一個叫做上海ComicCon SXCC 其實今年呢 我不清楚去搞不搞 但我相信有一些 很大部分的 部分的參展商 其實先去了Wonder Festival 會不會他們同時參加了 SXCC舉辦的展覽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很多時候展覽不是一件 輕易事 其實對參展商來說是一個 用時間 很花錢的場合來的 雖然說可以展示一路實力 展示一路實力 或者做一些生意 但其實有時候 往往不是大家想想中可以賺大錢的 當然個別的情況很例外 但一般來說其實都不是的 好像一件比較堅困的工作來的 OK 所以未必兩個人都參加的 這個Wonder Festival 大家很明白 是日本的Wonder Festival 原裝的正版過來的 當然在日本的主辦方 和上海主辦方 是不是同一班人呢 有點不同 但它正式授權 這個基礎都是那件事 所以到時就會有很多日本的廠商 和一些日本的藝術家設計師 或者是一些 相關的朋友 一些大師 都會離開了 兒子一堂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尤其是我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 我們的觀眾看 我們比較近的 這類的玩具 最開心 這邊是適合我們一點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再 譬如今年STS 我們也沒有去的自己公司 所以就 特地選擇了Wonder Festival 去 這樣就比較適合 當然那些展覽也很棒 但當然 始終那個類別 是不同的 還有在玩具鏈裡面 其實真的很大 剛才跟朋友說 都有四大範疇 這裡不說了 就是冷自食先說吧 其實正式的展覽 應該是8號和9號兩天而已 為什麼這麼早上去呢 其實每一次發覺 交通工具 有時會有25日飛機 大家會知道 上個內地 有時會有25日 可能很多日鐘 另外就是 早點回去 即是 左一日去到 我們翌日就可以 一早起床去會場 但是當然 很多變數的 翌日有機會才跟大家說 一些 幕後的花繪 這裡就不說了 這次的港市人消息 所以 一會我數這些參戰商 都可能數十分鐘 當然我不會這樣做 剛才說到 有兩大類的參戰商 一類就是 廠家公司 即是有brand的 另一類就是 藝術家獨立設計師 那些 當然 你要再分類就是 日本公司 內地公司 香港公司 甚至是外國公司 品牌160個 我看回 其實真的 都相信 真的過了香港的展覽 參展商的數字 或者品牌的數字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這些不開場白 跟這個消息有關 其實真是內地的市場 實際上 帶給很多廠商的期望 或者遠景 所以他們願意去參戰 或者做多一些資源下去 所以這件事 可能香港市場 或者業界的朋友 我們可能要 想一下我們怎麼可以 特位了 市場上 我們始終人不多 但是 我們有另外一些東西 所以可能 參戰的規模 可能 都不會及到上海那麼大 但是 可能在內容方面 質量方面 或者是一些 能夠來到的朋友 都是可以很 很國際化的 好了 先我們 網站 我已經說過了 自己上 Wonder Festival 上海2019 其實找到了 但是 知道大家都喜歡 看 方便一點 我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多香港朋友 關心的廠商 哪些會上去呢 千值年 HotToy 我不清楚 但是 我記得去年 HotToy 都沒有去Wonder Festival 就去了同期的 STS 今年 我暫著看到 不見有HotToy 可能到時候 有都不頂 我可能知道 都不更新 官方網站都未必更新 好了 先說千值年 千值年是會去的 排名不分先後 當然這些比較注目 我會先說 有限量版 甚至有些朋友 已經問我 可不可以買到限量版 這限量版 詳情不說了 就是那隻 其實我沒有記錯 三個地方都賣的 ACGHK有 就是香港動漫電玩指 上海這款 另外 就是他自己的網站都有 但是 共有五百隻 大家自己去找 好 千值年會到了 相信 都規模不用 因為我記得 其實好像是否上去 我也不肯定 但是千值年 這間公司 大家知道 和日本的背景 或者 他們的另外一間公司 日本公司 其實淵源很深厚 所以來這個展覽 絕對不出奇的 好了 當然 另外就有 我們很熟悉的 FreeZero VA 應該分享我的 boothby 解 就會出現 應該會有些 很震驚的東西 會出現 什麼來的呢 到時留意我們 換換TV的live 或者是 錄影 你就知道 是什麼來的 值得看 因為發 好大規模的 好 好大規模的 另外呢 Kiss Logic Kiss Logic 我們經常都看的 我記得看到的 有品牌子 另外呢 SOP Studio 還有呢 Winson Ma 香港呢 Big Boy Toys Big Boy Toys OK 好了 當然了 說回日本公司 既然這個子彈其實是日本的 傳統和背景那麼濃厚 一定是好作品公司的 大家不用擔心 Bandai 一定出現 Brand Festo 一定出現 Bandai 一定是用Tamashi Elation 可能會集中在Hobby那邊 另外呢 Good Smile 不用說了 Kyodo 因為這兩家公司 跟WonderFact的淵源很深厚 這裡我也不常說了 有Remand 有Worksy Alzheimer Medicum 也有 日本公司 這裡差不多了 可能會漏了 漏了就不要漏了 香港公司也說了一點 另外說回 其他地方公司 台灣公司有JT Studio 暫時找到這裡那麼多 另外呢 外公司就多了 有Sideshow 大家一定會注意 Prime One 雕像那間 有 Pure Arts 法國公司 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他的作品 還有Jekko X Jekko X 是馬來西亞的公司 有Briceway 韓國的 但基本上Briceway 就好像一家內地公司 因為老闆是長處內地的 OK Games Workshop 這裏挺特別的 因為沒有記錯 應該是一家專門做一些 桌上遊戲的公司 事實上呢 在大陸 桌上遊戲 是非常受歡迎的 所以 它也是很合理的 OK 再看看 Iron Studio 是巴西的公司 當然在香港 以及經過我們努力推廣 Iron Studio 雖然是巴西 但在國內 以及在香港 也有很多人認識的 Diamond Select也有 如果沒有錯 Diamond Select是美國的 因為是一個全球性的雜誌批發商 其實事實上 他們真的有出一些 沒有出一些玩具 所以 也挺特別的 所以自己看 香港其實應該沒什麼機會看到 因為香港能夠 雖然香港是購物 購買玩具的天堂 玩具資訊天堂 但是 因為市場比較細和窄 或者客人口味比較集中 所以未必每次都會有這些 作品 反而我看來內地都會變得很新鮮的東西 所以大家繼續留意 TV再購買 再購買那次廣告 這一次 我也挺相信 一定好看過上一次的Wonder Festival 而上一屆 我就放了多時間 在STC STS Wonder Festival 我就去了一 都去了兩天 但是拍攝 拍攝了很少東西 今年會拍多一點 因為可以集中精神 在這裡做 因為都要自己在那邊展覽 好了 當然 香港公司還有我自己的公司 也有去的 這裡不說自己公司的東西 我們會去的 到時會展出一些 相關產品 日本無事 正在搞的 就快出的了 回答了大家最看望的東西 OK Fest Legion Fest Legion是外國公司 會不會是一家圓兵仔呢 其實我們跟他有點淵源 但是會不會是呢 那就不知道了 是外國公司 但是那個老闆又是長住內地的 其實很多公司是長住內地的 Pew Ask也是 OK 說回中國內地裡面很多的牌子 大家會留意到多一點的 ACME 之前我們介紹過 做風雲雕像的那間雕像公司 有開天創作室 大家也知道他做了很大型的三角 古代的雕像是做得很漂亮的 但是他都是原創的 多數是原創的 就用一些歷史背景 神話背景去做 但是都很精彩 但是當然香港 很難買到 因為他的雕像是巨型雕像 就是PRIME ONE的那種 那種赤馬 不是SIDESHOW的 而是PRIME ONE的那種 所以香港是很難玩的 OK DAMM Toys 剛才有提到 有CCS Toys 之前我們介紹過一隻 布雪 GAME的機械人 還有原聲量 九安工作室 我們認識那些 其實有很多 024studio 我想很多內地GK的 原形師都會去的 他們就在另一邊 到時候那邊也很好看 我也會拍 很多新奇的很特別的東西 香港是沒什麼機會看到 基本上 會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很多著名的內地設計師 藝術家一定會到的 兼且有些日本藝術家 也會到的 還有台灣也有的 可以去到 如果聽到普通的國語 其實 未必是一定內地 可能很多是台灣的 我去年也認識了很多 很多台灣來 當然有外國 有日本的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 我們的LINE 模型公司也有不少 R Shiba 說了 盟 小號手 這些 其實這個展覽 大家也知道是近Hobbies 所以都會有的 發覺時間都說了很久了 真是可憐 數參展商 至於限量品方面 剛才提到 千值年會不會有 其實 其他牌子也會有的 如果大家要看 可以上冰銀在線 看一看 在內地網站 但是他們 因為 他們帶了 差不多九個牌子 一起上去做 因為他們是代理 所以他們也負責了 所以有很多 POP TOYS DAMM TOYS FIZON STORM TOYS 香港公司 這間有 PRIME ONE 其實他們已經公佈了很多限量品的資料 會不會是很難買呢 我不清楚 但是 很多牌子都有 譬如 有一個是 FREE SILO 限量品 跟Kenny Wong合作的 叫做SAMSAMSOLDER 我覺得也會有 所以 限量品是不少的 大家留意到我們的直播 或者錄影 原來 數牌子 和背景都十幾分鐘 多謝大家收看這集的 玩具堂 市場消息 我是Brian Lowe TWISE TV 喜歡我們的 或者覺得我們的消息 可以幫到手 真的不要忘記 或者不要淪式去LIKE 和Subscribe Youtube Facebook Channel 因為你們每一個LIKE 和Subscribe 都會對你很重要 謝謝收看 希望大家開心 記得留意我們的直播 拜拜